大家好 我是看起來很可苦 Fanicals 笑什麼笑啊 好 我們今天是要來個夏日特集 要改造家裡的電風扇 為了這個 早上還被改 對 所以大家做這個實驗的時候要小心 為什麼要改電風扇 我們就是家裡的電風扇都長得蠻醜 大家家裡的電風扇應該都是長的 是媽媽送你的 對 沒錯 所以我們要把它拆了 然後改造成一個阿靴的風格 所以就是網路有人要自己塗 風扇的顏色 一個扇葉給人旋轉就變彩 還有人旋轉會變美國隊長的盾牌 我今天想做一個就是有阿靴的那個蜘蛛 那個蜘蛛在這個扇葉上走路的感覺 好像蠻可愛的 但是你做得出來 還是放棄 我們現在要來拆電風扇 我們來電風扇就是把他拆了 大家應該都會拆電風扇吧 還是有人不會拆 就這樣走 好大概拆解完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就是在拆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一點不要直接這樣裝了就會用 因為我早上就是這樣用之後就爆洗 所以你要怎麼噴 我等一下是想說把這整台噴成霧黑色 這個扇葉也噴成霧黑色 然後上面要有白色的製作剪影 然後這裡可能也噴成黑色 可能主要就是要一個 阿靴的風格 就是黑色系 不要讓就是那種奇怪的綠色還是什麼 很多 大哥要花多少錢 應該買個黑色跟白色的噴漆 然後再加上印衣的東西 1500塊吧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是去買材料 然後在後面就是噴漆 然後再回來幫他做戲服 OK 好 出發 GO 打開遊戲囉 黑色平衣光 要白色欸 好變喔 我們要來改造我們的風扇 GO 妳要噴 妳要直接噴 不是嗎 它打得遠一點欸 我覺得蠻好的欸 好嗎 我本來以為是有那種 磨砂那種 怎麼會 不會 我是不是說妳噴到嗎 妳就去噴到妳噴到 妳噴到 等一下等一下 妳噴到天蝎兒了 妳要噴到天蝎兒 妳要噴到天蝎兒 好像還不錯欸 還行 但是要蠻美的吧 對不對 我覺得比原本好很多 好吃感好很多 然後大致上就這樣 收工 收工 然後回去我再做一些細節的部分 應該就差不多了 好 接下來這下我一個人 因為我女兒去吃飯 好險我一個人 對然後我來做一些 電風上的壯飾細鋪 我先在電腦上找一些 裝飾圖片 一個檔案想要裝飾在電風上 上面 這幾個蜘蛛是等一下想做的連續圖形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來試試看吧 把這些圖片印出來的時候就是 經過一個漫長的刀割 再把圖案割下來 再把字給割下來 然後再把 這些罩 起來的地方放到風扇去 準備做 痕跡的動作 做完之後 要做蜘蛛的實驗 這要來試試看就是 有一個連續的動畫 蜘蛛的動畫 好像遠離一點好 不然等一下爆血 欸 完全沒有 還是其實有 沒有 是否能成功呢 我用最弱的 好像有一點 有嗎 所以完成我們今天的 夏日電風3 改造大作戰 還去吃了晚餐 沒有你自己去吃 我不去吃 那要說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如果 那你整體降品 這個落口就是在晚上 降品一下 欸這個都我噴的耶 你說底座的顏色 對啊很均勻吧 那我覺得今天總結 噴完底漆不要再用第二層 還要用輸出的貼紙 我覺得貼紙會貼得不好耶 我覺得一切合成 就是你應該是 貼的地方腰盆的時候做起來 把白的地方做起來 沒有 沒那麼簡單 真的我覺得貼紙應該會比較好 我覺得我可以 下次我可以試試看 我應該還會再用一次 但應該就不再做了 就實拍成果 對下次 這次是貓咪的電風扇 大概是十來年的電扇了吧 讓家裡那種很老舊的電扇 有現代家具的感覺 對 不然就是花多一點錢 買一台新的電扇 可以啦 點麥克風幫你 下次有想到 再跟你們大家講 掰 他在逛他的屁股 那我們就走 喝 你等一下 用我 是不是很難 是不是很難 收工 收工 收工